警方反复引怒火 德森民众冲撞宵禁 18岁黑人少年布朗 九日手无寸铁还举手投降 却被白人警察开多枪击毙 引发密苏里州佛格森市八天示威 昨天实施宵禁 但宵禁期间仍有部分抗议民众聚集 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和烟雾弹 街头依然一片警装 现场有多辆装甲警车 约100位特种警察全副武装驱散群众 混乱中有一名无辜民众遭枪击承重伤 示威群众中出现不肖之徒 趁乱卤月商家 还用汽油弹和砖块攻击警察 但不少人认为实施宵禁是反应过度 恐怕会引发更多暴力行为 联邦调查局已经派出40名干员 在案发附近区域挨家挨户访查 而涉案白人警察威尔逊已被转与公驾 将接受心理评估 东新闻综合报导 双双双双双双民众 感谢观看